我先把MEMBER改成MEMBER DB 上面一樣去新增資料庫 新增資料表叫MEMBER 五個欄位 我想用最簡單的 A B C D E 全部都TEST 這個好處就是模擬Excel 因為欄位型態先不用管它 反正全部都 這樣最好了解 Excel為什麼大家很喜歡用 因為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模擬A B C D E 然後呢裡面就放什麼都可以 放TEST 大家記得以後如果 我如果數字放TEST 它就是一個TEST 就文字啦 如果你以後把它 換成別的你就自己再轉型就好了 OK 然後呢再來的話就是 我已經建好了 後面這一段就剛剛寫的 把它開起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寫的方式是 用那個什麼呢 用FOR EACH的方式 就是在這個 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的每一個 一個一個幫我抓出來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如果把這個執行的話 有個問題 就是它的第一列資料 會是 欄位名稱 這樣就有問題了 如果 INSERT INTO 變成多一筆這個資料 怎麼辦 我換一種寫法好了 換成什麼寫法 換成那種 不要用FOR EACH的 是FOR I IN RANCH 第幾個呢 第1個 到總長度-1 總共的長度-1 因為最後一筆好像多一個東西 然後呢 我一樣是把它SPRIT 拿這個 有沒有 把I放到這個List1 裡面 切割之後的話呢 再產生那個List2 然後呢 底下就SEQUEL INSERT INTO 到 這個應該不是SCOLE 這個要 改MEMBER OK 幫我INSERT INTO到MEMBER裡面去 然後呢 VALUES 裡面的值就是 就是一樣嘛 單引號 串接一個什麼呢 List0在 裡面嘛 就是把 A欄放進來 B欄放進來 CD1 OK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不過串接 這地方 非常容易寫錯 不過我等一下會把結果 貼到那邊去給你們參考 然後呢 當然你特別注意喔 在 第一次記得不要直接COMMIT 因為 失敗率非常高 好如果你是自己寫的 我已經寫好了 然後呢 我是建議你先 直接PRINT它 所以把它PRINT看一下 也就是它會產生這麼多語法 Insert INTO 你要Check一下 Insert INTO 哪一個 表 哪一個Table 然後Values 有沒有發現 都有前後都有 單引號 主要因為我們是TEST 然後呢 這些東西 Insert INTO 一個一個 那 已經OK了 所以呢我可以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把那個 後面這一行 COMMIT 它就會全部幫我寫進去 跟講 EXCUE 最後的話要加什麼 寫到資料庫裡面還有 這三行 COMMIT CLOSE 那個 會員輸入成功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加一個 改一下 這邊改成那個 會員資料 輸入成功 OK 如果你看到這個 會員輸入 記得那個換行 那個Table這邊 記得這邊 這邊因為在回圈裡面 是 串接好語法 再輸入進去 串接好語法再輸入 這個COMMIT 最後 全部都已經丟進去了 再一次確認 OK 再把它關掉 最後看到 會員資料 輸入成功 表示你這個就OK了 不過可能 如果自己寫 要特別注意細節 那這個print就不用了 把它關掉 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我們按OK 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真的就可以下課了 OK 因為 真的很困難 好 不過有沒有簡單一點的方法 會員資料 成功了 那怎麼把它查出來呢 其實你可以拿我們之前那個 查詢出來的那個 複製一下 再把它貼上 然後呢 改什麼呢 改成叫一個 Member 如果 這樣子呢 已經可以run的話 那表示 寫進去OK 查也OK 那 再來就是什麼 關鍵字查詢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 Member 然後執行 不過會有 不只兩欄 不過這個 我想 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 先把它 這邊先 這樣子好了 然後 這邊把它改一下 然後 這邊的話 就是 應該是 串接 RO 2 3 4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 2 3 4 OK 如果說現在這樣執行OK的話 那表示 寫進去了 讀出來沒問題 如果要下關鍵字 下一個禮拜 要Jungle 就OK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啦 不過 後面應該大家就比較簡單的 最難的應該就 Insert into OK 弄一下 全部出來了 有沒有 表示應該OK 然後可以下課 先到這裡好了 我待會也會把那個 這一段跟這一段 貼到雲端上好了 你們自己在研究 後面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真的不困難 但是就是要練 OK 而且要現場做沒問題 這才 才是比較不容易的事情 OK 那 其實Insert into 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下一次會交個一個 Excuse many 可能會比這個更簡單 但是又是另外一種寫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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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